再來看立法院的 禮建委員會 今天白審公道發的修政策案 國民黨的立委是提案 要開公道白帶算 還有公道案通過之後 總統跟管治機關 應該在三個月來處理 不就要失蹤 原本多年 今天會再調查 會再擦擦擦 不過最後 如果立北立委達成共識 會調查兩張公聽話之後 再次進行審查 美國會記得在日空一般年 國合約三個月這天 當時要到10點公道票 作成三部大混亂 當時也作成哪票 哪開票的進行 所以日空一九年 立法院修正公道法 跟公道和台算打高 不過國民黨立委羅帝強國在提案 公道白帶算 也作民調說 有百分之66.3的民眾支持 羅斯部是提示 公道案通過重大政策了 總統看這機關就要在三個月來處理 那不就要力氣死建 如果你不實施的話 那麼你應該下台 這公投是直接民權啦 直接民權的行使 直接民意的展現 有什麼理由不接受 政治責任應該是靠政治來做解決 而不是在法律條文裡面 針對這麼一個修正案 能夠更審慎地來檢討 我們人民絕對不願意再看到一次 2018年的選勿錯亂 再一次的重演 中正回說 公道白帶算的超貴 算不存在的力量 希望立委真心擴充 如果民眾黨聽來民視政典 公道案應該全部應在同一條三票 目的是要避免民眾 因為看到別人領公道票正行 所以不去到公道 那民進黨理會吳明瑞的版本 是要求提案連和連蘇琳就要提供 新婚證法證的力氣 但是在跟黨團交通之後 決定要提案 民進黨對這個要求比較緊 他認為說既然在選罷法上面已經策案 希望在公道法上也策案 那我也可以了解黨團這樣子的想法 當然就是排公道法知識體大 大家需要充分的討論 這一點本席並不反對 也要邀請丁守中委員也要來參加公聽會 當年的受害者是他 還有一位當年的受力者正是柯文哲市長 既然委員會在那裡吹是百姓共同法修繁 那立黨團都交給黨完備前 外界本來就是會有既立的過交 但是政策有所有變化 在進行停止發言後 那立北立委達成共識 將會先開兩張共聽會 將會的討論後 接著來談修繁 記者綜合部都